不满退款流程 失控大声咆哮 行员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业务 期间疑似不满提款的流程 就开始对行员大声怒吼 而当时甚至气到站上柜台咆哮 只想拿回钱 火爆场面把旁边的民众给吓坏了 最后是在行员的安抚之下 才结束一场虚惊 抵着平头穿着黑色衣裤的男子 整个人正在柜台上大声咆哮 火气真的很大边怒吼 还在空中比划 行员苦苦归劝人无济于事 怒火无处发现 男子把心意横一跤跨过柜台隔板 行员吓坏了 试图伸手阻挡 民众也发出惊呼 打扰大叫出演挑衅 最终在行员安抚下下桌 还因为落差太大 不慎划了一跤 究竟和行员有着什么深仇大恨 桃源这名54岁的男子 上周前往中立一家银行 疑似办理遗产业务 因为提款不顺境而情绪激动 一气之下跳上柜台愤怒咆哮 影片po网也引发网友议论纷纷 网南不满提款流程 情绪激动于行内咆哮 且跳上柜台 警方到场后将网南带回 依刑犯强制罪移送桃源地检署 侦信男子情绪平复后自行下桌 虽然跌了一下没有大碍 而警方随后到场将人带回敌情案情 依强制罪送办 让这场银行惊魂顺利落幕 简直到前阳团队报导